國內又出現了 就是COVID-19本土確診個案 大家小心了 就是這位30多歲男子 25號陪病來採檢 但他確診了CT值34.1 病毒量相對還是低的 不過指揮中心再度把這位個案 列為已經被傳染多時的舊案 而他在21號到23號這段期間 曾經在新北板橋到處趴趴走 還搭乘了公車捷運 專家認為類似的隱形感染 這個感染者恐怕在社區內 還有非常多 國內本土疫情再添變數 新增一例本土確診個案 而且又出現在雙北地區 案17026 33歲男性從未接種疫苗 25號因母親住院 陪病採檢確診 CT值34.1 病毒量低 相隔一天 二採結果陰性 陰血清抗體陽性 9月中心初判又是舊案 共匡列14人 先前本土疫情的時候 曾經感染過但是未曾確診 但這一例個案仍不能排除 對社區造成威脅 因為它在可傳染 其到處趴趴走 還搭乘多種交通工具 衛生局公布足跡 按17026 21號到23號 曾搭乘307264 及234號公車 足跡更遍布北街板南線 包含府中西門板橋等站 還曾造訪板橋車站地下街 小南門傳統美食 及玩家小鋪 足跡多半在板橋區活動 局中心呼籲 若民眾足跡重疊 需留意身體狀況 不過本土個案近期多半被列為舊案 除了這一例 包含案16614 印度返台兩個月後確診女性 以及案16485 案16486 分別是陪病及陪產裁檢 同一天確診 這些個案CT值都超過30 皆有抗體 也都被列為舊案 專家表示 從這裡可以看出來 社區仍不排除有隱藏黑數 我們過去流行的是Alpha病毒 都很容易產生這些 有一些的隱性感染者在社區 社區尚未完全清零 民眾出門在外 自身防疫仍不能掉以輕心 藉章這本牙翔於台北採訪報導 還有累關心了 26號境外移入暴增23例 這麼多 創下今年單日新增最高 而其中11人 都是前往哈薩克參加 亞警賽之後 反台的台灣空手道代表團 體育署已經證實 確診者包含了教練 也包含了選手 目前正在接受治療當中 而冬奧空手道 同牌選手文姿雲 隨隊一同前往哈薩克來訓練 不過沒有參加亞警賽 文姿雲也透過了網路平台 透露自己目前很平安 26號境外移入個案 創下今年來最高紀錄 新增23例境外移入 竟然有11例 都是我國空手道國家代表隊 前往哈薩克參加亞警賽 反台後確診 去哈薩克比空手 那個上場比賽 空手道是不可能有什麼 戴口罩戴手套 這些防護裝備的 所以那本來晉升的接觸 就是避免不了的 其實染疫風險就是偏高 空手道代表隊全隊22人 11月11號全隊出國前 採檢都是陰性 13號抵達杜拜 先參加試警賽 22號飛往哈薩克訓練 12月15號再參加亞警賽 過程中採檢全隊都是陰性 24號返台採檢 25號報告出爐 全團一半的人都確診 也是一種國際交交流 旅館那個地方 我覺得還是要看一下 他們的一個硬體設備 是不是有一些分傷分流 處理的不是很好 體育署聲明 這次參賽的日本 香港 和泰國等國家代表隊 都有選手確診 而冬奧空手道銅牌 小青星文姿雲 也隨隊前往哈薩克 但未參賽 24號返台後 25號還用IGPO文 仍在防禦旅館過聖誕節 他都沒有錯耶 只要這樣的狀況 我會在場內再問他 國家隊選手背負使命 疫情間出國比賽 更是冒了許多風險 期盼確診選手教練 都能盡快康復 回到道場 繼續為國爭光 記者楊師徐曹昭元 台北採訪報導 上海浦東機場 從前天開始防疫趨炎 客機抵達之後 必須要加強傾銷 導致多數航班大亂 而台灣的防疫方案 現在也備受考驗 有專家就建議說 可以來彈性來減少 頭七天的集中緊益隔離期 避免防疫旅館沒有辦法因應 不過疫情指揮中心 仍然減少7加7加7這樣的底線 如果防疫旅館沒有辦法 提供多出來的一兩天 可以安排改住集中建議所 上海浦東機場 24號開始 旅客客機都要加強班機清銷 用特製藥水消毒 每個座位都用藥水再擦拭一次 靜置後再清水擦拭 最後拍照存證 這連串所謂的航空悶倉 導致兩岸航班整個大亂 首先會碰到問題的 就是庶民在大陸工作 準備返鄉過年的台商 專家黃立民認為 返鄉航班若受到影響 臨時被取消 入住防疫旅館也會受影響 建議指揮中心將檢疫天數 彈性修改為6加8 或5加9更扁明 可怕不行 那我們會在研究怎麼樣因應 6加8檢驗上面的一個效率 還是要到最後那個時間點 來檢驗才不會把病人漏掉 指揮中心表示 目前全台集中檢疫所約 2.1萬間房 預定約5000間 住房率不到四分之一 專家建議若上海班機延誤 導致飯店房間無法即時因應 升級7加7加7方案 可以改為6加1加7或5加2加7 中間的緩衝天數一兩天 就指揮中心安排至基監所隔離 也是會建議最好要 依照目前最短7加7的一個方案 避免不完全的情況之下 就進入了居家檢疫的階段 我覺得國家要發揮國家的力量 要擴大容量 可以暫時安置那些人 專家認為 檢疫期縮短 恐怕造成破口 指揮中心應該彈性調整 及間鎖配置 因應春節返鄉受影響人潮 記者楊世紀曹教員 台北採訪報導 疫情嚴峻 防疫更加緊縮 上海的浦東機場 從24號開始防疫更加的嚴密 結果讓航班大乱 有台商因此 多花了10個小時 才終於回到了高雄 甚至有人因為飛機掩護 訂不到防疫旅館了 台商會長就說 今年台商如果想要返台 過個年根本要過五關斬六將 飛機在下午近三點的時候 降落桃園機場 人在上海的台商 費盡千辛萬苦 終於回到台灣 航班被延誤了 因為等到快要8點要起飛 才發一張貴賓 貴賓全哥們 叫我們去貴賓室休息 要從上海返台的許先生 原本訂24號晚上8點 從浦東飛高雄小港機場 但臨時被告知 搬機延誤 讓他整整多花了10個小時 才飛回到高雄 還因此多付了一天 防疫旅館的費用 台商會長說 有些台灣人甚至會 因為飛機延誤的影響 訂不到防疫旅館 變成沒辦法回台灣過年 假如說都改不了的話 那是不是訂不到 因為沒有防疫旅館是不能入境 簡直是在過五關斬六將 防疫旅館也出面回應 如果民眾提前告知 搬機延誤 他們也會盡量配合 配合他下次回來的話 那我們會做一個防疫旅館的調整 上海提高警戒 防堵Omicron病毒 但一心想回台灣過年的台商 也被堵在門外 台商判指揮中心 能夠介入協調幫忙 讓他們可以順利返家過年 記者劉志展 張正銘 宇杰 綜合報導 這幾天包含了英國 法國 義大利 法國 等等歐美國家感染Omicron的確診數幾乎是天天創新高 台灣這兩個禮拜來 也在邊境攔截了28例的Omicron境外移入 而且在今天又有一位確診者 被基因定序染上了Omicron 而且他打了一劑高端 又打了兩劑的莫德納 連打三劑居然都擋不住Omicron的入侵 人家建議第三劑的間隔要快點縮到三個月 才能夠早點產生保護力 新冠病種病毒Omicron已經在歐美造成大流行 紛紛成為當地的主要流行病毒株 而在24號入境的確診者中 案16983這名本國籍30多歲男性 是在17號由美國入境 打過一劑高端又再補打了兩劑莫德納 總共三劑 但仍然還是突破性感染 確診Omicron變異株 23號採檢24號確診 而且CT值16病毒含量相當高 那這一例的話當然就是目前在我們醫院當中進行負壓隔離 那相關的這個接觸者 因為他是在我們檢疫期中被這個攔截到的 所以是沒有特別需要再做這個相關的接觸者的框點 其實在最近兩個禮拜 台灣已經累計了28例Omicron案例 比較驚人的是全都是打過兩劑後突破性感染 專家混購病指出兩劑疫苗已經無法擋下病疫株 建議指揮中心第三劑間隔不要再堅持五個月才能施打 應該要縮短間隔三個月就能打第三劑 才能及早發揮保護作用 專家呼籲春節即將到來返鄉人潮將達到高峰 除了第二劑要達到九成目標 更要提高第三劑疫苗覆蓋率 才能降低Omicron入侵社區引發疫情隱憂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 家中小朋友當民眾小心 這是美國佈上了非洲後城在Omicron大舉入侵之後 光是紐約近兩個禮拜內感染的 這個小朋友的住院人數就飆升了四倍 想打疫苗民眾依序排隊就是要搶打莫德納 台北車站快打站26號週末 湧現打疫苗人潮 現場擠的水洩不通 其中也有人期盼打第三劑 一樣照莫德納打 應該是打同一個場法會比較好吧 全部吧 想對抗Omicron第三劑疫苗成為趨勢 不過現在沒打疫苗的兒童 成為新的疫情隱憂 美國紐約統計近期 從12月5號到12月19號 這兩週以來的染疫兒童 住院人數積增四倍 且約有一半未滿五歲 這些孩童無法打疫苗 面對更強的Omicron病毒 簡直如臨大敵 但台灣幼兒的父母親 接種率仍不如預期 截至12月20號 30到49歲 第二劑施打率僅80% 等於還有兩成 約145萬人未打第二劑 他們接種疫苗之後才可以保護 這些兒童 甚至可以保護 他們的老一輩的父母親 還有專家建議 遊行Omicron入侵 打過第二劑的人 應盡速接種第三劑 因為台灣滿多人打A劑 其實第三劑應該要 盡量打MRNA疫苗 而且是第三劑應該打全劑 保育比較高 也維持比較久 全球Omicron確診數急劇上升 打疫苗刻不容緩 保護自己也保護家人 記者張正銘陽翔 與台北採訪報導 建議